先门世家颠倒黑白 魏无羡以一神之力无法堵住悠悠众口 在不夜天悬崖边一跃而下 没有留下一丝活下来的念头 可世间之事就是这么不巧 不想活的人偏不能如愿 死了都要被人拖回来 这一世又将经历什么样的折磨 魏无羡无从得知 大凡山上 本不想过问世事的魏无羡 还是插手帮了先门世家的小辈 一曲旺线本想用来压制温宁的凶性 谁知蓝战从山脚狂奔而至 抓住顶着墨玄宇身份的魏无羡就不放 江城也不是吃素的 一顿子电没抽出 魏无羡还想顾忌重施 好在蓝战强势出击 挡住了江城的子电 不容智慧地带着这个墨玄宇预见而去 云深不知处的静视里 谭香鸟鸟 琴声悠悠 魏无羡从琴声中醒来 脑海中不断浮现重生后看到的一切 江城 温宁 蓝战的脸 一针针地从眼前翻过 原来已经16年了 这些人依然在 我也没有死 魏无羡一歪头就看到 依旧一袭白衣正在抚琴的蓝战 面具早被他取下来放在床头 不必怀疑他已经认出我了 没有称呼 没有提醒 一句16年了 打断了蓝战的琴声 同时也打断了蓝战满脑的思绪 16年的等待 蓝战一直走在问灵的路上 心心念念只为叛一步归魂 如今这个人就在自己身边 就在当年父亲把母亲藏起来的房间里 千言万语只化成了一句 你醒了 你终于醒来了 这么多年来 蓝战不知道盼了多少个日夜 又经历了多少次失望 16年的等待终于有了结果 曾几何时 我以为等你回来是一场梦 没想到这个梦成了真 你醒了 真好 蓝战疲惫的眼神只稍稍瞥了一眼 躺在床上的魏无限 继续抚琴临神 他需要用琴声稳定自己的心绪 用自己的感官来确定 眼前这个人 就是那个在梦里出现过无数次 在心里念了无数次的人 他怕这一切又是这么多年来 他做过的无数个梦里的其中一个 一旦醒来就会消失 蓝战说 16年前魏无限跳崖后 第一个到崖下找人的是江城 却闭口不答 为何他自己是在三年后 才到崖下找魏无限 其实蓝战不是不相信江城 三年后去崖底 哪里是找人 分明就是去问灵 只不过蓝战一向寡言 这些话他也不想多说 更不愿意提为了魏无限挨了三百戒鞭 被罚在寒谈洞思过三年的事 他只想知道这么多年来 为何问不到他的灵 蓝战 这16年来 魏无限 这16年来 如果我说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你信吗 蓝战 我信你 蓝战的意思很明显 无论前世还是今生 我都信你 他不知道 其实魏无限更希望听到的是 16年前 蓝战是否真的相信自己 所以第二句魏无限再次问 不过那时候你真的信我吗 蓝战没有再回答 因为蓝战发现 其实魏英一直都在怪他当年不信任他 既然这个心结这么多年都没解开 仅凭我信你三个字 可能也无法消除魏英心里的怨气 所以蓝战选择不再回答 他要用行动来回答他的问题 而被魏英打断的那段话 蓝战也没有再继续 因为他已经听懂了魏英心里的委屈 他得用行动来证明自己对他始终如一的信任 以其守护 除肩服弱的决心 那么 你是不是也会好奇蓝战被打断那段话会说什么 戴斯觉得蓝战会问 这16年来你身在何处 为何我连问林都找不到你 只是被魏英打断以后 他知道魏英需要的是信任和安全感 这一事 他不会再要求魏英按照自己的观点生活 他要用行动表明自己对他的信任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陈秦令 男未婚 女未嫁 魏英跟温秦朝夕相处 怎么就没成情侣呢 不说原著里的温秦 只说陈秦令里面的温秦 我们很容易能看出来 温秦对魏无羡是有好感的 在温氏落难后 魏无羡不顾一切救了温秦的族人 带着他们在乱葬岗安营扎寨 这也算是同为落难人了 而且男未婚 女未嫁 为何他们就没擦出点火花 走到一起呢 很多人说因为蓝湛的原因 可果真是这样吗 小编却认为 即便没有蓝湛的存在 魏无羡也不可能跟温秦在一起 魏英这个人喜欢到处撩拨别人 但是他却从不是花花公子 对于魏无羡来说 撩人其实就是一种处事的方式而已 比如他当初撩绵面 其实就是为了几间客房而已 他喜欢这种一边撩人 一边做事的方式 这是魏无羡为人处事的小乐趣罢了 但是正事还是正事 比如他当初在云深部之处撩温情 看上去吊儿郎当 其实就是为了试探温氏 也是为了试探温情 因为魏无羡早就发现 此次温氏听学目的不简单 来到云深部之处 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所以几次三番地撩拨 谁说不是试探呢 谁又能说 现现是没有阵型 没做正经事呢 所以说魏无羡并非是撩谁 就真的喜欢谁 温情看着高冷 魏无羡看着随性 这两个人物要是放在别的故事里 恐怕还真能发生点啥 可是在魏无羡这里绝无可能 魏无羡这个人随性 江燕里也说过 他不管在什么境遇里 都是一副笑模样 天生乐观像 就算是食不果腹 露宿街头 他也不在乎 天塌了当被子盖的心态 所以乱葬岗的那段时间 对温情来说可能是灾难 但对魏无羡来说 只能说是人生低谷 他在穷苦无聊的日子里 依然可以找到自己的乐趣 比如研究个小法器 快乐地使用着温宁这个小跟班 就连阿怨都成了他的玩具 所以魏无羡看似苦闷 其实有自己的排解之道 即使如此 他自然不会跟温情产生同病相连 产生同是天涯路沦落人的情愫了 反而是温情倒是挺快进入角色 慢慢过上了乱葬岗主妇的生活 魏无羡这个人看似随性的背后 其实他是狠挑 也非常专情的一个人 那些爱撩人 桀骜不驯 其实都是他的假色 一般人入不了他的眼 更入不了他的心 除非是这世上出臣绝俗 一顶一的顶尖人物 才能得到魏无羡的真正青睐 魏无羡对温情好 对江艳离也好 但那种好不同于男女之情 对温情更像是恩人和朋友的感觉 对江艳离则是亲情的感觉 而在乱葬岗杂事比较多 生活贫困 人在食不果腹的情况下 哪里还有心思想其他的事情呢 魏无羡是潇洒不羁 也喜欢到处撩拨别人 给人一种轻浮浪荡公子的印象 但是他不是真的随便 就像他的配件一样 真不是一个随便的人 他不会喜欢温情的 这跟蓝忘机没有关系 即便没有蓝忘机的存在 他也一样不会喜欢温情的 他从来就不是一个随便 也不是一个肯将就的人 所以懂得将就 他的前世也就不会那么悲惨了 不是吗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